司马懿可以说是一只老狐狸 在他跟曹爽玩星际的时候 早已修炼成精了 曹爽这样的庸才 哪里是他的对手 在司马懿看来 曹爽不过是一个手握兵服的孩童 他想要夺他的兵权一如反掌 根本无需心事动众的冥抢 只需卧床两月 装作将不久于人世的样子 就可以骗到手了 果然不出司马懿所料 曹爽天真如孩子 他得到他的死党报告 说司马懿出气多入气少 将不久于人世 他就信以为真 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 完全放松了对司马懿的警惕 以为自己已经大权在握了 没有任何人可以再威胁到自己权利了 甚至一度飘飘然 几乎忘记了司马懿的存在 司马懿成功地麻痹了曹爽 他故作老迈无用 尤其挽起装病的把戏来 实在所向无敌 他装作病病歪歪要死要活的样子 令他的对手大喜过望 以为威胁自己权利的人自有天收 无需担忧了 不知不觉 司马懿就将一颗定心丸位到对手的嘴里 令对手昏昏糊糊 忘乎所以 装病是很多政治人物的强项 但是装病也是门气束活 没有一点倒行早晚要穿帮露线的 司马懿天赋一柄 特别能装 专业水平十分过硬 可以说他是装病的专业户 早在年轻的时候 他就跟曹操玩过这一套 连曹操这样的尖雄人物都被他瞒过了 曹操的儿孙辈们是注定要栽在他的手里的了 在曹操创业之初 求贤若可 严懒青年才俊到他的帐下效力 年轻的司马懿已经是小有名气了 自然就成为曹操拉拢的对象 但是司马懿自始甚高 加上司马家族是士族 门第高 在心里很看不起曹操那样出身的人 但是又不敢不买曹操的账 为了躲避曹操的征兆 司马懿发挥他的特长开始装病 他对外宣称 他已经得了半身不随的风瘫病 曹操当然不信 派人去刺杀司马懿 司马懿少年老成 他知道曹操是派人来试探他的 不会真的要了他的命 他直挺挺地躺在床上 眼看刺客的剑刺向他的鼻子来了 他的眼睛都不眨一下 可见他的装病功夫 在此时就以真化性 随着曹操的诠释不断扩大 前途越来越看好 等到位吉人臣 曹操再次征召司马懿 司马懿才出山 此时曹操估计也发现了 司马懿这小子不老实 明明没有什么风瘫病却装 看来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所以曹操说 不上厅堂就进牢房 不给朝廷笑命就等着吃牢饭吧 司马懿害怕 宣称以前确实有些贵痒 现在已经完全好了 可以出来坐视了 司马懿的装病 给曹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觉得这小子狡猾得很 他从司马懿的身上 看到了自己的一些影子 曹操的是一代尖雄 政治嗅觉很灵敏 他发现司马懿跟他似乎有相同的气质 所以曹操尽管用司马懿 但是总也不大放心 曹操常说司马懿有狼骨之相 是脑后生油反骨一类的人物 一定不会甘为人臣 多半还会干涉我曹家的家务事 凭心而论 这个时候司马懿多半还没有取代曹家的心 但是遭到领导的无端猜忌 只能加倍地小心谨慎 工作勤勤恳恳 认劳认月 曹操也找不到他的错处来 而且司马懿跟太子曹操关系也处得十分融洽 曹操十分器重司马懿 到了明帝时候 司马懿也是一直很受重用 能成为顾命大臣就足以说明 曹操皇帝对司马懿的信任 司马懿是魏文帝曹丕 和魏明帝曹瑞两朝的重臣 不过在高平陵兵殿前 司马是家族虽然有很大的影响力 但是还远远没有做到权倾朝野 在三国时期 曹操被看作是权臣 其实曹操名为权臣 实际上是魏国的开国之君 他走的是打着汉朝旗号 为自家打天下的路子 这条路子在特定的条件下方可行得通 另外有了顾命大臣的身份 是一条通向权臣之路的捷径 顾命大臣也叫托顾大臣 顾命司义 就是先帝将未成年的孤儿托付给你 以辅佐年轻的皇帝 因为皇帝年幼 还没有处理政务的能力 顾命大臣可以为小皇帝代劳 利用顾命大臣身份之 便很容易权倾朝野 甚至顾命大臣成为权臣 也是无可厚非的 诸葛亮是蜀汉朝廷的权臣 司马懿是曹魏朝廷的权臣 司马懿走的是诸葛亮的路子 他们都是托顾重臣 但是司马懿不可与诸葛亮相提并论 因为诸葛亮及其家族 没有取代蜀汉朝廷 或许因为诸葛亮后继法人也未可知 但是总的来说 诸葛亮即使权倾朝野 也一直秉持攻心 没有为自己的家族谋取利益的行为 所以诸葛亮受到后世的尊崇 成为忠臣的典范 而司马懿至始至终都是有野心的 他本人及其家族独揽朝政 最后的目的恐怕就是要取代了曹魏 因此司马懿虽然没有像曹操那样广受争议 但总的评价不是很高 后世认为司马懿是以狐媚取天下 这多半是说司马懿心术不正 通过不光明的手段取得天下 其中装病这一招式就是欺诈的手段 多被后世所诟病 其实司马懿能成为顾命大臣 也是有很多的偶然因素 这跟魏明帝曹睿促然驾崩有直接的关系 魏明帝驾崩的时候正当壮年 他死得很突然 来不及妥善地安排他的身后事 临终托付大事都欠考虑 本来皇族内的燕王曹宇 被敲定是首席顾命大臣 另外领军将军夏侯县 五位将军曹爽 屯齐校尉曹兆 萧齐将军秦朗等 同时被列入了辅政大臣的行列 但是曹与秦朗等人 跟曹睿的宠臣中书间流放 孙姿没有搞好关系 尤其夏侯县 曹召 秦朗可以说跟孙刘二人是水火不容 因为夏侯县 曹召是皇族 狠看不惯孙姿 流放掌握拳击 夏侯县 曹召在之前就指着 树上休息的姬说此以久矣 岂能负己 很显然这是指着和尚骂兔驴 意思是迟早要将这俩小人弄下去 孙姿 流放很惧怕 急需找个可靠的后台 由于孙刘二人害怕曹与等人一朝全在首 没有他们俩好果子吃 所以孙刘两人想法设法排挤燕王曹与和夏侯县 秦朗 曹召等人 曹与召见了曹与 想让他做大将军 以辅佐即将继位的扫地曹芳 曹与为人比较谦虚 没有马上答应 曹瑞问流放 孙姿 曹与为什么坚持 孙刘二人抓住机会 大肆歪曲曹与的意思 二人跟曹瑞说 曹与自制能力不够 所以没有信心接下着这副重担 曹瑞问 那么曹爽怎么样 孙刘二人非常赞成曹爽代替曹与为大将军 于是曹瑞不再挽留曹与 而用了曹爽 其实曹瑞虽然也交涉淫逸 但算不上是昏君 他心里也清楚 曹爽能力不如曹羽 但是因为曹魏的传统 使藩王的权力不宜过大 同族藩王的权力过大很容易夺位 这是曹与跟他的兄弟们争权留下的后遗症 魏文帝曹与从一开始就对藩王压制得很厉害 对藩王有诸多的限制 其中一条就是藩王不得辅政 曹爽毕竟是公子戈尔 曹律召见他 问他能否胜任辅逼幼主的重任 他紧张地要死 汗出如江 不知所对 信赖流放在旁提示 他才说陈毅死缝射计 尽管是斩钉截铁的四个字 但是曹爽结结巴巴地说出 显得毫无自信心 曹爽显然是缺乏力量 流放 孙子又向曹律建议 把司马懿召回 与曹爽同受雇命 曹召反对 但是当朝似乎没有谁的才能威望高过司马懿的了 因此曹睿还是从辽东前线召回了司马懿 曹睿死后 司马懿与曹爽成为辅政大臣 在最初两人倒也能和中共计 相安无事 但是自曹爽提拔了和宴 邓阳 丁密三人做四党后就开始抬挤司马懿 曹爽说到底是个公子爷 没有什么主见 多半听这三人的 但是这三人也不见得有什么过人的才能 其实这三人也是近乎陪领导 吃喝完了帮贤一类的角色 擅长空谈这一套 一招拳在手 除了吹牛大概就剩下享乐了 他们对司马懿越看越不顺眼 从勇曹爽将司马懿名声暗将 原来司马懿是太尉 并与曹爽共入上书史 也就是共同管理朝政 但是自从司马懿被曹爽以朝廷的名义升为太夫后 司马懿就被架空了 他名义上是皇帝的老师 其实连什么也不是了 这个所谓的太夫最多就是荣誉头衔 同时曹爽不断地安插自己的亲信 进一步控制军权 他的三个弟弟都被提拔到了军队的重要领导岗位上 曹爽的弟弟曹熙当了中领军 另外一个曹迅又当了五位将军 还有一位弟弟曹燕当了散气常事 曹爽兄弟完全控制了近卫军 司马懿被人架空 他当然很生气了 但是他也没有赌气辞职 他知道曹爽巴布的他辞职回家养老 他偏不辞职 而是请病假在家里当他的太夫 司马懿只要还活着 曹爽等人就觉得 这老儿的影响力还在 他们的权力就不稳定 司马懿也很清楚 曹爽等人天天盼着他死 估计恨不能扎个小指人 写上他的名字每天都要诅咒几遍呢 为了麻痹曹爽 司马懿的拿手好戏上演了 年轻时候装病瞒过了曹操 如今再用来忽悠曹操的这些草包二代后辈 还不是手道擒来 果然一事就灵 曹爽叫他的亲信河南引李胜改任荆州刺史 他派李胜到司马懿家里去刺刑 实则是打探下司马懿的情况 于是司马懿开始表演了 而且很快就入戏了 装病这活当年吕蒙对付关羽的时候也干过 但是吕蒙完全是在幕后 全靠陆逊在台前放烟幕 而司马懿自导自演给曹爽的人看 演出能不能成功就看演技了 将还是老的辣 司马懿的演出大获成功 李胜看到的司马懿是卧病在床的 且半死不活 需要丫鬟喂吃喂喝 而且进食也很困难 丫鬟送进他嘴里的稀饭 很快又顺着嘴角流出来 一小口西州倒有一半流到了胸前 李胜跟司马懿说话 司马懿又吃又聋 完全老糊涂了 李胜说本州 司马懿听成冰州 李胜对司马懿说 此次蒙皇上恩典 派下官前往本州担任刺事 特地向太夫您老人家告辞 司马懿喘着气 翻着白眼 不断咳嗽着 上气不接下气 断断续续说 这可委屈你了 冰州是个没有油水的苦地方 且胡人出梦 边防重地你要做好防备 我病成这样 有经没明 只怕以后见不到你了 李胜说 太夫您老人家想是有些二倍吧 我是回荆州去 不是到冰州 司马懿越发装作听不清 李胜又大声说了一遍 司马懿知道演这出戏 还是要把握住火候 不能过于夸张 所以李胜再次大声告诉他 俺是要回老家荆州做官 不是冰州 他才假装总算有点搞清楚了 并且抱歉地说 我实在是又老又病 耳朵聋得厉害 听清一句话老费尽了 与此同时又开始表演咳嗽传气 半死不活 李胜大半天跟老头子 勉强说不上一句胡人话 他没有想到司马懿几天 不见竟然病得这样厉害 实在到日国西山 命悬一现了 不死也没几天好活了 司马懿一眼的太逼真了 几乎没有一丝一毫的破绽 不由得理胜不幸 他回去如实地报告了曹爽 曹爽听了 大喜过望 不管你多厉害 生病的老虎不如猫 病成那样 怕他怎的 曹爽完全放心了 便不对司马懿有任何防备 但是曹爽至大才输 只知道司马懿快死了 却不知道司马懿的儿子司马 是司马昭还在朝中 他们早就开始暗中跟曹爽对抗上了 这个主张就算了